料 蚵仔仔香氣四溢 还有烤蚵仔送进嘴里 鲜甜海味是台湾招牌小吃 但这几年台湾牧力越来越少 从2021年台南旗鼓外海磕棚 就已经明显少了许多 这包的蚵仔就胖不会伸起来 满满蚵仔堆在岸边看似不少 但实际收成越来越差 照理说是现在在挖 我们要整周七八十人挖 今天挖 我今天挖十几人蚵仔而已 大人 问问的大人 说美女要减齐才好 蚵仔鹅的冲金 现在市场都八九三 都是蚵仔鹅 政府要把我们的 我们这些蚵仔很可怜 可能有感卖不出去 养在水中 微生物清洗 加上没下雨 海水变咸 都让蚵仔生长速度减缓 来看渔月书统计2017年开始 蚵仔产量从2.3万吨 一路减少到2021年 只剩下1.79万吨 不只在台南 嘉义的养科种地冬食 也受到环境影响 收成减少两三成 外山兵座的影响 外山兵座的飘沙流失 都流到我们的养殖区里面 发动的山龙就变得少了 我们现在没有地上人的纸鹅 就要是人家很高的地方 很高的就是这么純的走 风影就大了 病害海水过咸 天气太热 进口冲击 都是减产原因 对科农来说 收入越来越少 生活越来越不易 三类型名 廖国神王 邵宇 徽山 台南将军